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 2022 年 8 月 23 日 星期二 政府表示警務處處長一哥蕭澤儀 對 2019 年 COVID-19 抗原測試呈陽性 正按衛生署防護中心的指引進行隔離 蕭澤儀最近一次上班的日期是 8 月 22 日 她在工作時有戴口罩及遵守有關防疫措施 並每天進行快速抗原測試 她最近沒有外遊記錄 警務處會將她的相關辦公室進行徹底清潔和消毒 並會進行嚴格的各項防疫措施 另外由無線總經理曾志偉領軍的節目 《開心無敵掌門人》 節目就錄影了幾集 分了幾批演員組隊拍攝 大玩昔日的經典遊戲 在開播時收視不錯 不過東方就說曾志偉不幸確診了COVID-19 據知她的平程相當嚴重 而掌門人之前的錄影是本月11日 當日的嘉賓正視白色強人2 演員馬國明、唐詠詩、陳豪等 這集已經是21日播出了 由於現在他們錄影的存貨不多 而廠景已經回答好了 所以明天23日都要有一集新錄影 但掌門人曾志偉就被迫缺席 由蔣佬、阮兆祥和錢家樂繼續主持大局 進行錄影 記得按LIKE 點擊講座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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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